不移走我们休想出门 这是怎么回事 孩子们天上通向三座大山 大家都被困在山的另一边了 现在只有靠你们移走这三座大山 才能拯救童话王国 好的王后妈妈我们来想办法 这么高的山怎么一样 难道要和愚公爷爷一样吗 那要好多好多年 我可不要 看我的不就是三座山吗 太简单了我来搬走就行了 大宝这可是三座大山啊 再高的山也难不倒我 大力大宝 看这就是我的法宝 大力士专属菠菜 哇大宝好厉害啊 大力出奇迹 看我菠菜大宝 不行啊山没有到 不可能我再试试 太累了 我没有力气了 我放弃我要休息一下 看来这大力菠菜没有用啊 我们得再想办法 方法不行还是看我的吧 你有什么方法 这是天气控制器 我们可以用闪电把这座大山劈开 不就可以出去了吗 太好了 你开试试吧 本来不行 这几座山太大了 这个闪电的力量不够啊 我也没办法了 我走了 我来吧 关键时刻还得看我黑暗魔王的 黑暗魔王你有什么方法 这么大的山 没有工具怎么能移动呢 这可是披衫专用神赋 看我黑暗魔王披衫 太好了 山开始裂开了 我为什么这么臭啊 太难问了 原来这是三座垃圾堆了 这可怎么办呢 这么多垃圾我快受不了了 我有办法了 神奇垃圾箱 别 这个管用嘛 这是神奇垃圾箱 所有的垃圾都会被他们分类吸收的 太好了 那快点开始吧 神奇垃圾箱 请开始工作 太好了 我们得救了 太好了 童话王国得救了 你们太棒了 我知道了 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做好垃圾分类 才会出现垃圾山的 你说的对 以后我们一定要认真做到垃圾分类 保护环境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怎么垃圾分类吗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击红色关注按钮 关注我们哦